就要再往前讲一些网页 可是复杂度比较高 所以请各位回去 可以参考一下W3School 一般的话 原版我以前看的是W3School 这个是正版的 w3school-s.com 里面的话就是分别 需要知道HTML是什么 CSS是什么 所以这个可能暂时不知道没关系 不过知道更好 因为很多手机的APP 它很多底层都是用这些技术做的 你看到好像是一个APP 实际上它本身背后 它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一个网页 所以现在很多 现在手机金融银行的APP 我发现它底层都是用网页 只是它把它包得很像一个APP OK 那背后的话也会有个Data Base 也是一样其实跟我们做一样的事情 只是说前端的界面 长得不一样而已 OK 那其他当然还有很多东西 JavaScript是什么 像这个JQuery 这也是一个套件 让JavaScript 其他还有这些Seql Seql 这边也有 还有PHP ASP Node.js 这树莓派 树莓派刚好就是 树莓派还蛮好用的 其实自己可以买来玩玩 它就一个小小的 价钱很便宜 上面可以写Python Py就是Python 也就是说可以拿这种小装置 直接上面可以设计 OK 所以还蛮方便的 它蛮便宜的 有的便宜的 可能几百块就有了 蛮相伪多 蛮相伪多 不是好像通通什么它都 没有啦 也有贵的 我是说最低阶版的 低阶版可能 就有便宜的 有贵的 贵的也有破万的 也有可能 不是说什么都是几百块的 OK 淘宝买比较便宜 只是它把它的东西 有好有坏 OK 你们有树梅派的课? 就OK 真的 蛮好玩的 可以玩玩 OK 只是说这个会牵涉到硬体 因为真的也是蛮 需要一点脑力的 OK 其他的这些 太多了 可是这个是英文版的 所以如果英文程度没那么好的话 可以把S拿掉 然后后面的话 就是加一个点CM吧 然后点CM是不是 有啦 有没有 起乎差不多该有的都有 翻在版图 都还蛮坚确的 看不到 哈哈哈 至少比看英文 不要看个人 看个人 OK 这个没有 我只是提供一个方向 不然的话就是说买相关书籍 是一个方向 反正就是这样 我这学习 其实现在的学习是还蛮有弹性的 最后的话呢 今天我们就是要把什么 把那个 最后的XML把它做一个Ending 那特别注意XML这个地方 其实比较麻烦的点是说 因为XML的相关套件 有些真的非常非常麻烦 为什么 因为它抓下来的东西 有些要做很多的事情 才能够把我们要的资料给爬出来 所以我试了蛮多的模组 最后发现有一个模组非常的好用 叫做什么呢 就是这个 叫做这个Element Tree 这个 这个Module其实非常好用 但是这个Module有个缺点 什么缺点 它没有办法直接呢 把那个Request丢过来的东西 因为Request丢过来是一个HTML的一个物件 那它没有办法接 它只能够接什么 接一个实体的档案 也就是它必须只吃档案 不能吃HTML所带过来的那个字串 所以怎么办 很好用 但是不行 所以我们怎么样 只好想个办法 什么办法 先存档再读取 对 这个都想出来办法 OK 所以你如果看到这个部分的话 你不要觉得惊讶 因为我们为了要使用它 因为它真的蛮好用的 但是呢 为了避免说没有办法直接读 那我就 所以特别注意 那我怎么做 首先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棵树 所以将来你可以透过Element 这个Module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Parse 叫Parse 可以把它里面的东西爬出来 放在一个变数叫Root 叫Root 根嘛 就有一棵树 OK 那这棵树里面的话 会有很多的Data 有没有 Data Data 那我就把一个一个里面的东西 For each 一个一个把它爬出来 那里面的第一个就是Data 中瓜R51 中瓜R50 中瓜R51 中瓜R52 中瓜R53 换下一个 for each 所以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里面的知道一个一个爬出来 应该可以大概知道这个意思 所以呢 接下来我做的方式 主要第一个 我们就是怎么样 先把它存档 那怎么存档 首先的话第一步 我一样用Request 然后把这个网址给它 给它之后的话 我们就用什么F等于Open 那这边我用W模式 encoding的话 特别主要UTF8 把它存成UTF8的格式 那名称的话叫PN25.xml 存在哪里 存在我的根目屋底下 OK 把它Write出去 所以这两个就存档 存什么档 存PN25.xml 那再来的话呢 我才有办法 这个Import这个Elementary S后面的话就别名 ET 那主要是前面这个是套件名称 我不需要全部啦 所以我就from这个套件 Import这个模组 只单单这个模组就可以了 然后呢 s名称别名叫ET 所以利用这个ET 怎么样 可以去PASS 这个 所以特别主要 我存档的名称在哪里 存这个 所以你一定要先存档 再透过它的一个PASS的方法 把这东西呢 爬到有一个变数名称叫TREE OK TREE嘛 就有点像一棵树 那我刚刚讲 这个东西抓过来之后 里面有个RUT RUT就是什么 就像刚刚那个根嘛 有没有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这个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个RUT 有点像一个根 根长出来很多其他的痴嘛 所以呢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TREE 里面有个GET RUT 就是把这颗跟整个通通 抓到之后放在RUT 那这个RUT 里面的话 就是会放所有的DATA 那我们就FOR DATA 有没有 这个是一个变数名称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抓过一个一个FOR EACH 这个是FOR EACH的写法 把它一个一个抓过来 然后并且怎么样呢 里面找它里面的四个栏位 一二三四个栏位 就是它的那个单位没有 然后分别怎么样 这边可以放什么 放它里面的资料 DATA0.test 后面的话 DATA1.test 二三有没有 总共四栏嘛 另外的话 如果你要抓里面的test 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 还有一个方法 可以用什么 DATA.find Find 它前面不是有这个名称吗 你也可以用寻找的 比如说 假设你不是按照顺序 你也可以去找到那个名称 两个方法都可以 不过以这边来看的话 似乎用什么 用中瓜糊 这个比较简单 第几个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把我们东西 分别的抓下来 并且怎么样 并且把它输出结果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 一样呢 我中间加痘点 那所以 其实后面你还可以衍生什么 衍生就是说 中间除了加痘 就是说呢 后面还可以把XML 转换成CSV 那不就跟刚刚的是一样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 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大概原则上就是把XML 这部分讲完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就要接着继续 再来看那个后面 我们就是其他还有很多其他练习题的 开放资料 除了台北市政府 新北市也有 中央也有一堆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 下礼拜二 那我们就是再看那个0602 0603 再来0604 OK 后面这几个 所以回去有时间的话 也许可以再稍微做个预习 OK 时间也差不多 不然今天的话 我们大概就是先讲到 0601的部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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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